261 聯合佈 大地從美農出發在大地藝術制的時間裏 藝術與農民、土地、農事及生產是者摩緊脈雙間 2015年7月22日聯合富刊 D 三宗僑民一殘說最早 是從一張我站在田項上的照片 揭開了這故事的飛翼 身後是他一田上的一片片殘說 我站著流影 已制一竟是無聲的清淨 不記得了 又或忘卻了身體裏上有無法清除的車聲 折運站的人來人往的勢所聲 還有走市中的炒雜聲 我只是站著 就那麼與都市世界的繁境 幾幾乎隔離了開來 現在回想 不免只能從想像中看見這身影的寬靜 那年 冬雪尚未殘盡的初春 我站在夜村端康城寫雪國的土地上 日本新悉縣的月後砌遊山區 一個清作月山村的小小村莊 合計十戶農家的山村 都市何其遙遠 自然何其鄰近 世界彷彿就在腳下呼吸 當然 這都僅僅是對這世界因為不可能 所以 引發的某種想像 沒記錯的話 我在那陽光下的雪地前發了幾個鐘頭的靈 心中只有一個念頭 為什麼是這女 為什麼可以在這女舉辦國際之名的藝術制 就在這樣的提問下 那年的八月間 我們正式走進了這個藝術制 藝術家臨信龍以他的地景作品 跨越國境 山延伸著他松水牛 苗宇門樓以及穿越窄門的壓制想像 開啟了我運用文件廟會 古花鎮的儀式劇場創作 然則 時隔僅僅三年的現今 我回想 原本在本島的文化、社區或深度旅遊領域中 都不見得有如此豐富之名性的這個節慶 大地藝術制 於今 卻以廣為大眾所知並獲之高度評價 我形神的站立 另一次 應已是該年九月間 當我們參加完閉幕典禮的演出後 在農舞台前 再次將俄國藝術家Kabitokov創作的 致名地景藝術梯田影入眼神深處 在一片夏日揚描青綠的梯田中 春間夏雲秋收東藏的人形狀立牌 以鮮艷的色彩映然在我們眼前 一旁聳立參樹林間的四季思行 將我們帶進龍間的藝術想像世界中 當然 我也永遠難以忙卻 從法國藝術家Bartensky 的作品為網的教室走出來時 心中難以用言說來解釋的衝擊感 那時在林獄湧逾 小徑穿梭的偏遠山區 一再欣著都使美惑而被現代化時間 所謂戲的小學校 竟然在藝術的參與下 從空蕩蕩的廢氣轉化為 心具反思內涵的地境藝術 重要的事 皆否教室裡沉重的心跳聲 微躍燈光下 那大禮堂裡僅存的呼吸 會當在祭門的乾杜草堆間 這些藝術的表現 如何進入了旅遊參覽者的視線中 也成為山蜜農民們落於前來擔任志工的場域 這才更值得我們心思 文創記是一種風潮 不見得只有朝觀光者口袋的慾望去搞創意 回到深層的人性 見到的事 更深層的土地與人的對話 到底如何展開 難道文創永遠只能是人在市場運作下 隔著展示廚窗極正的玻璃面 去看產值加成的藝術商品嗎? 二神社 煉古花鎮時的 現在我們共同迴反的 恰視大地藝術制當中 無法被參覽者與當地農民忘卻的 小數幾個地景作品 當我回憶著這些作品的同時 心頭難於和越山村級區分開來 當然 越來越多知曉大地藝術制的人 都會肯自然地聯想起 以拆展引北村富郎 因爲他的主張 是那般既通透著藝術創作的生命 而且 非常關切藝術與土地和農民的有機連結 這在這剝偏遠的山林農業區裏 幾幾乎成為其他地區 無法比以或跟上的特色 這就不免讓我再次地想起 2012年的仲夏學處時節 是怎麽亦中地 每日都從站居的宿舍帶著簡易便當 來到這小小村莊的神社大樹下 排練南台灣廟會古花鎮的時日 通常 日午總時跟著我們踩踏的古花鎮腳步 一步一步地朝向日霧 直到我們實著自己疲憊的身影 又朝住宿的地方歸返 在大地藝術制的時間裏 藝術與農民、土地 農事及生產事者摩緊密相間 也因此 當我們的古花鎮行經青綠的梯田到夜時 老農和他的老伴是那般著約地在遠遠的家門口 對我們用盡全身力道地打著招呼 孩子們 聽到花鼓的咚咚作響 都為罪了過來 這時 我便也再次彷彿看見 吹赤白的喬脈面農夫高波先生 喝了幾杯清酒後 在夜晚點起慶電燈來的神社郎處下 和唱南館的台灣演員 相互搭唱起來的那個畫面 三里山在此高波先生在月山村裡 有一棟百年日式老屋 就是他的住所 因為年久失收 已經呈現破落及傾退的狀態 2015年 再次三年一度的大地藝術祭到來 誰也難以料到 藝術家林信龍的地景創作 我的腦海都會自然浮現另一藏行運的古宅 那是美農的中士客家老火房 然以規劃為古蹟 在美農 這古宅的氣象 傳達著島最南部客家的古樸 與田土交融 特別在農事與土地的生產關係中 傳言見出古樑木與鹽雅背後 所承擔的種種現實與未來 就這樣 旁靠忠視古宅一則的石頭白宮 不分四季寒傷或鹽熱 始終以一火石頭的遠古自然崇拜 為我們準備著世世代代相關土地與河流的故事 就在這古宅與石頭白宮的啟發下 我們開展了一個關於水鄉傳說的戲碼 在美農 製百宮的大樹下 不同於神聖聖普片存在的神社 於是 那龍喜如焚憂的土地發胎 便將無限綿延寸洞的水流般 為我們抱陳著一個融合儀式 製典與現代劇場的戲碼 在大地藝術製的藝術與社區連結的經驗中 最具穿透性的即時即境Site Specific Arts 應該是對呂山精神的提出 呂山 日文實在物最早應該也可以從鄰居的女人找到相類似的意涵 而呂山不僅僅是保護自然的概念或作法 幻更深的將人與自然或生態環境的對話關係 融入整體想像中 在此 生態 生活 生產成為三位一體的有機互動 而水鄉傳說戲碼中的長髮女子 水鄉 即時活落我張土地 農民與耕作的河流 這河流 且大凍著一個村莊道區域的呂山精神如何被活化 而其背後僅僅存在與自然共生或自然反隔兩種極端面貌的現身 四黃蝶翠谷有哪樣一個風和日麗的春日早晨 我和藝術家林迅龍在越山村高波家門口的櫻花樹下 坐下來喝茶抽煙 並和他討論故宅修復的種種事情 高波說著 這櫻花是我結婚時中下的 現在最小的孩子都念小學了 這樣聽著的同時 我的耳祭女卻像一再響起一群孩子走過一柱翠谷人唱的客家歌聲 楊葉仔 黑羽 蝴蝶之意 楊葉仔 非歸來 美農雙溪是崖等 我們是故鄉 也是崖等美農人是故鄉 伊門的歌聲遼亮 打斷了我繼續討論古宅重建的思水 但我想我真正又回到屬於自己生活經驗與歷史中的呂山文化了 這樣的感覺在身體內擾動時 我果真在這仿余世外桃源的櫻花樹下 遠遠地遍望見原本是一片梯田的道野 在眼前雲快如一柱山谷 對呀 就是黃蝶翠谷 美農反水庫的呂山樹林 在山谷的一伙伙鐵都樹下 臨任鋪滿的溪流間 舞陽正影照一整個春日的呂山無陽 這溪流化作戲碼中的水仙女孩 水鄉 再和百公嬉戲 以後 一整群的孩子都唱著 唱著跟上了整個山谷的一陣午後鎮魚 遠遠地 有一隊藏士村民的演員 一共有七人 以天園地方的陣式踩著古花陣的步伐 朝土地持續登著自己的腰身 他們遠遠從村莊巡著淵然的山路而來 提著沙壓卻飽滿的爽門唱著 我們的山 我們的河流要怎樣來分家 我們的命運之水 我們的土地要怎樣來分割 在遠 山江的土幽上 我遠遠地望見了一個身影 多 不 身旁還有個小女孩 他們站立著 探著手中的三言 也 哪不是臨生長嗎? 還有啞啞啞 她心愛的女兒 和著喇叭的歌聲 多麼遼量清彩而逼人 好山好水流子孫好男好女反水庫 他們婦女兩人唱著 隨著他們的歌聲 我們的身體 從櫻花樹下回返黃蝶翠谷 用力踩踏古花鎮的步伐 花古鎮蕩著整片山野 蝦、蜥、衣、窩、烏 這是呂山精神在大地 更是呂山精神在美濃 雞胞腸、盡力距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